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有个着火定法 这个我们从冬至一阳升到现在的腊八节 刚好是冬至是地阳一阳升 腊八是天阳一阳降 所以刚好是天阳天阴地阳交汇之日 这个天地交光万物化生 所以是这个大八节真正的是在天人合一的智慧中 是指的天气下降地气生生 天地交光放出光来 所以是刚好呢 在这一天印度圣人释迦牟尼 在菩提树下堵明星而误导 但是真实地堵明星而误导 这个明星是什么 所以是这个叫菩提心 是我们修行者在额前天末这个区间 这个宝月轮显现并且稳定 所在变化的一个表现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这个跟那把有关系 在三千年前中印文化已经进行了交流 所以是关于东方神秘科学 很多修正方法和印度波罗门的修行方法进行了交流 所以最后发现在修炼得道这个方面 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这就是都要堵明星才能误导 你真正的不亲见如来 不见这个菩提心 不见这个如来 你是不可能误导 你不能误导 就不能成道 误导之后才得道 得道之后才修道 修道之后才成道 最后才合道归真 所以这个修炼是严肃科学的一门学问 那么这个那把的那字 为什么有个月亮 月就是月 那字旁边的这个昔日的昔字 在古代还有个发音叫错 错误的错 它还有个发音是错 那这个错字加个月亮 命法就出来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会音三角积 会音里面有一块三角积 里面有看不见的三个孔道 是我们的三昧真火 喷火的地方 这个叫 古代叫错语修炼法 通过提纲收服 在猛烈地啪往下一放 是反复地运动这个错语 是错语中喷出三昧真火 小腹腔就永往永远的不寒冷 你渡其往下是九大地狱 所以说这三昧真火 把九大地狱的众生 这个超度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下腹腔不寒了 不寒了以后 你的肾气化成紫色的真气 才能涌现在自己的腹腔 这一涌现 在佛法中叫地谋经联 这个经联之气 剩的紫光之气 冲上来之后 冲击你的松果体 就是现代科学家讲的 脑袋中间有个松果体 这个紫气 叫紫气东来 冲击松果体 把松果体盖化的 盖化部分 重新化成松果腺体 那么就可以使你的松果腺体 有营造的功能 我们的宝月轮 实际上松果腺体 通过脑缝出来的 长性就是圆圆 也就是你的松果腺体的盖化部分 不能把它圆明化 不能回复 把那个盖化部分 变成重新的腺体 腺体就是液体 清凉的液体 那么你的天眼 你的宝月轮是出不来的 就是一个错机的错 加一个月是蜡 蜡月正是修炼的最好时机 那么八是坤 这个坤挂 千为九 八为坤 所以蜡拔刚好是地大 一阳升 跟天阳一阴一阶的时候 阴阳碰撞 所以你的宝月轮很容易明亮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